大家好,入秋以后就是各种花卉的生长区 那么在它的生长区,由于它生长的快 它所需要的养分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平时都会使用一些化肥 但是使用这个化肥多了,容易产生盆土板结 那么有些花园它都会制作一些肥水 就是有机肥给它浇灌 因为有机肥的肥力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养分比较充足 那么我们制作的有机肥 虽然它的肥力好,效果好 但是发酵腐朔好的这些肥水 它会有一种异味,是非常让人讨厌的 那么在我们制作这个肥水的时候 只要加上饮料,它就不会产生这个异味 而且也会缩短发酵时间 给大家看上我制作的一些肥水 这些肥水都是自己制作的 这个是豪豆水,还有这个饼肥水 这个香蕉皮水,还有这个桃米水 这种绿肥,还有这个苹果肥水 如果我们制作一个UM菌炎露的话 就不用担心它会有异味 制作出更多的有机肥给花卉使用 那么这个盆土呢,它就不会产生板结 而且它的养分比较充足 让极株吸收也是比较好的 这些肥水呢 如果交换给一些官叶 或者是血酸性的一些植物呢 是非常有效的 尤其是官叶植物 我们给它使用这些有机肥的话 能让它的叶片有光翠雳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